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割雙眼皮的經驗 大概在30年前的時候 我第一次要割雙眼皮 那時候非常的緊張 那剛好我一個好朋友 她是空中小姐 她想要割雙眼皮 我說好 我就幫她割雙眼皮 那割的時候非常的緊張 大概也是割了差不多兩個鐘頭才好 等到割完 我將她坐起來看一下的時候 我真的嚇了一跳 眼睛好寬 我想完蛋了 我把它割失敗了 不曉得怎麼辦 那大概差不多兩三個月 都很怕接到她的電話 等到三個月後 突然她打電話給我的 我就很緊張 一定想說一定要罵我 結果我說什麼事呢 她說 你上次幫我割完雙眼皮 我非常的喜歡 我朋友說很棒 我想要介紹你幫她割雙眼皮 我說是真的還假的 她說真的啊 那我說你現在人在哪裡 她說我在上島咖啡 那上島咖啡 因為離我住的地方不遠 那你等一下我現在馬上過去看你 結果跑去看 雙眼皮很自然 那這個故事 我是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雙眼皮割完都是很寬的 所以你不用緊張 剛割完了很寬 以後大概是剛好 如果剛割完了剛剛好 以後就是不夠 所以我們現在常常告訴我們 割雙眼皮的病人 你割完雙眼皮 晚上起來尿尿的時候 要很小心 千萬不要去照鏡子 要不然你會被自己嚇到 所以雙眼皮的寬度其實很重要 就是我們一般正常大概是7mm 那如果是大一點的話可以做8mm 小一點可以做6mm 那現在像網紅眼都割得很寬 其實將來都會後悔 我在30年前很多那種影劇 歌星都是割得很寬 後來都私底下來找我把它改小 因為你哪天不做明星 或不做網紅的時候 你出去眼睛這種寬身夾 一看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眼睛割得失敗了 所以我們建議還是要做自然一點比較好 這是我跟大家分享 我第一次割雙眼皮很糗的經驗 大家會覺得好玩嗎 OK 拜拜